图文静周刊许佳荣左和老公李渊杰又数年前 国外旅游度假 合照使手高高举起 夫妻感情诗 似乎早已出现端倪 翻摄自李渊杰脸书昔日姓 写真女星许佳荣2009年嫁给身价不菲的李渊杰 生一女后蛋出演一圈 在摄情上她看似过着好生活 时不时就晒出一家天伦的画面 没想到其实是貌合神理的假象 据悉 诗和多年的老公日前出律师函要求离婚 甚至放话若不同意 将断了佳荣的生活费 并且逼她搬家 许佳荣年轻时曾 版性感写真 婚后便收山当家庭主妇 翻摄自写 即对于14年婚姻可能破局 本刊试图询问许佳荣 不愿多说 但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接到先生提告 婚的消息 我是很错愕的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朝 先生的期待努力 先生在诉讼中指责自己的事 都不是事实 婚姻中有很多不足为万人道的事 我们身边的亲友都清楚 基于对先生的感情 及 遇到最重要的家人 我放下不愉快的事情 认真 展示业 不只是想让自己活得精彩 也希望能得 先生的肯定 无论如何 我会继续努力与先生勾 希望彼此都能拿出智慧 照顾好这个家 谢谢大 对我们的关心 许佳荣为维持生计 近年开始经努力自媒体 翻设自许佳荣 TikTok 李渊杰是前码协议 心脏科主任李德福的大儿子 对于儿子李渊杰 离婚 李德福回应表示 李渊杰的婚姻应该不会 输了 因为许佳荣有囤积症 把整个房子都堆满 悉 我儿子不满意 才提出要离婚 不过最近他已 开始清理废弃物 等弄完就解决了 不是什么大提 许佳荣去年上大明星直播秀 节目带货直播 设自郭鸿奎导演微博